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網友拍片抱怨 從上海出發日本的渡人 基本上遇到80%都是負面的體驗 而破壞這個負面體驗的 也有多數都是中國人自己 而渡人的營運方是義大利的公司 連義大利公司都被中國大媽代也給鬧翻了 各種搶、相互打架天天在上演 擺架式嗆義大利服務員 談小便宜在渡輪的走廊上樓梯間跳廣場舞 話不多說馬上先帶大家來點評一下這段影片吧 我們到的是15樓自助餐廳 無限量供應自助餐 早餐、午餐、晚餐都不一樣 有中餐、西餐 還有烤肉、甜點、水果 這是下午兩點拍攝 我們都是盡量錯逢去吃 避開人群 腰也不痠了 腿也不疼了 一口氣搶五個雞丹 還能夾個雞腿 這可是一個無限量供應的餐廳 根本沒人排隊就是一個搶 有些硬菜他們喜歡的 基本上上來就沒 我還親眼看過菜口前面圍了兩層大椅 根本沒人排隊都擠在那 自助餐都用公共夾子夾菜 前面夾菜的剛放下 結果有一個大叔 那叫一個文准狠 他就在外圍 隔著兩層人 一個黑虎套心 把手伸進去就把剛放下的夾子拿起來 從林規則 回歸野蠻 吃到什麼就各憑本事 船上80%的乘客是老男人 在上海出發 聽口音大部分也都是上海的大爺大媽 上電梯的時候還叫我給他親一下 在我看來上海的公共秩序 公民素質 絕對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城市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是什麼原因 把他們內心深處的飢餓感都換起來了 關鍵這菜可是無限量供應嘛 前面說的隔著人搶菜 這都算小的摩擦 這次上船的同行者還組了一個群 每天都有人分享拿拿拿拿看見打架了 茶堆的把另一個茶堆的打了 還有把牛奶交到對方頭上的 還有掀桌子的 餐廳的服務人員基本上每天都在討論 拿拿又因為搶菜打架了 幾乎每頓飯都有打架 一天三頓飯總共是四天午夜 一共打了十幾起 在電梯裏也聽到這些打架的討論 大爺大媽盤子裡有三個五個雞蛋 在這裡很長夜 很多人都是滿滿一大盤 這可都是他們搶來的戰利品 也真是為了搶而搶 他們是真吃不完的 人離開了盤子裡都剩很多食物 之前有一篇網絡舊文 叫大爺大媽吃夸了 諾維甄 這篇文章句介紹 中國遊客的郵輪 食物消耗方面 是其他同級別郵輪的四倍 中國人也不是長兩個位 多消耗的這些 基本上都是浪費的 也就是說食物有七成都是被浪費的 無限量供應的自助餐 能玩出絕地求生的感覺 搶完了還都扔了 這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奇怪 看到大爺大媽這個盡頭 讓我想到 他們正是成長於 中國最蓬勃發展 超音感美的大時代 他們有上進心 有飢餓感 可以突破一切規則永遠正第一 無產幾萬斤 肯定是糧食吃不完 堆積如山 養成了現在這個習慣 現在看來 這些應該都是小下次 他們也配得上他們那個年代 同樣那個年代也造就了今天的他們 好那影片裡面提到 多數是上海口音 是上海人 那作為全中國素質最高的 一線城市 也是國際知名的城市 為什麼會出現這等情況呢 我再次強調 這不是我說的 你們中國人自己說的 那如果上海也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你說徐州啊 唐山啊 四川梁山那些地方呢 人們對於溫良公減讓的觀念 會比上海更好嘛 那影片裡面 我不曉得這位中國網友 他是不敢說實話呢 還是歷史觀錯誤呢 他裡面提到這些 大媽大爺是生活在 中國最好的年代 糧食豐富對吧 所以養成了他們 鋪張浪費的觀念 其實大錯特錯 我們平均大媽大爺的年紀 55到70歲之間好了 55歲 那是生在西院幾年 1969年 60歲是出生在哪一年 1964年 70歲的出生在哪一年 1954年 那請問文革發動是在什麼時候呢 答案是1966年 文革結束是1976年 而現如今2024年啊 55歲的他 文革結束的時候 7歲 60歲的他 文革結束的時候 12歲 70歲的大媽大爺 文革結束的時候 正逢22歲 而70歲的啊 他們經歷過更多哦 像是大饑荒啊 三反五反啊 鬥地主啊 黑五類 反右 人民公社 大連鋼鐵 整風運動 四清五反 上山下鄉 打躍進 諸如此類的 而這些政治運動也不亞於文革哦 那大家都知道 影響人們最關鍵的習慣啊 或是價值觀啊 或是他的個性 多數是小時候造成的 如果小時候過得越悲慘 然後也沒有這個正常的管道 可以發洩 或是沒有正常的管道 可以被這個導正的話 那這些人的觀念啊 就很容易出現 這種漏弱強食 或是其他偏差的概念 對吧 而這些人就是出生在這種年代 連被譽為中國水稻之父的圓榮品 他都曾經說過 他年輕的時候在路上常常看到餓死的人啊 那在那個年代 你連逃去其他村也逃不了 因為別的村糧食也不夠你吃啊 怎麼可能還分你 而當年啊 大家如果有看過紀錄片的話 可以發現 非常多的廣東那邊的中國難民啊 跑到香港 而香港政府啊 雖然也把他們遣返回去 但是啊 把他們遣返回去錢 也讓他們飽餐一頓 而在遣返的這個車程上啊 許多香港市民 就會帶著自己買的食物包 然後呢 往車上丟給他們 再反觀一下 現在這些人啊 是怎麼罵香港的 是怎麼貶低香港的 是怎麼看不起香港 所以其實 不太會存在這種 我從小出生過的好 對吧 那我長大就會無止境的浪費 不會 你看歐美發展的人均遠遠比中國高 那按理來說 他們應該才是更浪費的呢 對吧 怎麼會出現中國人的渡輪啊 食物消耗量是歐美的四倍 因為真正風衣足食的人 他們其實不用搶 可以慢慢來 我可以等 對吧 我也會體諒別人 除非你是爆發戶 那這是經濟上的這個概念 而在政治民主教育上的概念呢 先進國家的人民 他們會去更尊重別人 因為 我跟你是平等的 對吧 所以我不會過分的去用搶的 因為如果我搶光了 你也沒東西吃對吧 所以為什麼造成了中國人 更多這樣的情況 比歐美嚴重呢 我認為是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因為從小就是鬥爭 而習志明多年來公開演講都有提到 要學習鬥爭文化 勇於鬥爭 敢於鬥爭 對吧 所以這個文化 至今沒有斷過 2022年的4月份 相信上海人都經歷過 那個時候政府 誇海口跟你說 不會瘋 大家不用搶菜 結果事實上呢 瘋了 越瘋越久 然後也讓你們搶 高價菜亂象 然後有時候買不到菜 對吧 或是居爾會跟客廳的廠商 讓你只能買那家的菜 諸如此類 因為每個社區都有不一樣的狀況 總的來說就是 即便在上海 這樣中國的一線城市啊 人們也經歷過了 政府的不小心用 所以這個概念呢 又加深了他們的印象 我自己國家的政府 我身邊的人 我都不可以信任 對吧 那你義大利公司 雖然跟我說 管吃管購 管保 但我不信任你 因為我從小就活在這種環境 我好不容易有點錢了 上海這幾年沒出什麼亂事 結果在2022年的4月份 發生這種事情 更加深了 我不相信世界的任何人 雖然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 那其實白話文就是 我不要閉關鎖國了 我要跟世界接軌 開始跟日本借錢 無錫投資建設對吧 2001年 美國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中國的經濟才開始有質量的提升 那這些人在經歷過 不搶就可能下一餐 不知道在哪的年代 雖然現在改革開放了 自然他們的錢也賺的比以前多了 但也難改小時候那樣的觀念 嚴重的不安全感 而疫情這三年中國其他小城市 哇那更是瘋得更嚴重 層層加碼 又在洗腦你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等你富起來之後 我再帶動下一部分人富起來 但事實上就是 你富起來之後 你的錢 多數人的錢又會被打 再薅回去 各種幼兒園產業 補教業 還有這個醫療 很多啦 你不是都這樣嗎 每隔五年十年 就有一個產業在被拿出來記起 所以為什麼會造成搶的這種狀況 簡單來說就是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而這個不安全感是刻在精英裡面 你們看日本地震 台灣地震 我們大部分都乖乖排隊 也不會搶物資 那4月3號我們花蓮也經歷過了大地震對吧 那中國一些沿海地區 福建那些也有經歷了 二到三級不等的地震 結果那個時候 逃難秩序混亂無比 各大高鐵交通 斷了非常久 還有學校老師放生學生 去年桌粥八桌好多人用搶的 這些影片我也都分享過 為什麼要弄搶 因為這些人知道自己不搶就搶不到了 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 有一些物資會被一些當地的官員 或是被當地的這個 所謂的善心單位拿走 再去變賣 而熟讀歷史的大家都知道 中原這片土地上 一直以來都是看似很團結 大國風範 但事實上就是吉隆奶粉 這就是這片土地上的政權 多數都是抱持著 國富民窮 當然我說的這個國富 不單單只可以代表皇室 有時候皇室他也窮 富的反而是中高級的官員 例如明帝國末期就是這樣 你們看這個明清兩國的歷史 常常看到電視劇或是歷史書籍 寫到什麼水災、漢災對吧 很多官員都是貪污 讓災民喝只有幾粒米的粥水 所以也出現相對應的反制 就說我派這個中央官員來 這個中央官員會拿一個東西 插在水裡面 如果插在那個粥裡面 我的那個東西會倒 你這個官就要被我砍頭 就代表你貪污了嘛 對吧 你裡面都是水 所以你東西會倒 下游對策 他們就開始找人演戲 也很災民啊 然後我就帶中央官員來 我這邊擺拍好的地方看 你看 大家災民都得到良好的救治 你看我的這個東西插下去 我的桌都是滿滿的還有肉呢 所以派來的官員就回去禀報皇上 皇上就會覺得 下面的人都有在做事 我的災民都過得很好 我的人民都很幸福 大國崛起了 你放到去年做粥霸粥 還有疫情這三年 有區別嗎? 有變過嗎? 這片土地為什麼老是出這樣的政權 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再給大家介紹一下榮耀號的主餐廳 這裡面打架的概率就小很多 因為都是點菜的 不是自己去拿 是有服務員送上來 但也有打架的風險區 就是在進門的地方 會因為插隊誰先進入打架 這進來了就安全很多了 我們是船停靠在福岡的時候 趁大爺大媽還在參加當地的旅遊團還沒回來 來到這體驗一下 選了個靠窗的位置 外面就是福岡的港口 環境非常好 吃著吃著我就發現不對接耳 在意大利餐廳被玩壞了 正常意大利餐廳桌上都擺個氣泡水 我看其他桌也都沒有 取耳代之的是一壺開水 這個可以想像到 剛來的大爺大媽坐桌上發現 連壺開水都沒有 那肯定你教育教育餐廳的服務人員 這可是中國飯店最基本的配置 也說明餐廳的管理調整得很快 現在都按中國特色改過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西餐基本上是一道菜一道菜的上 這個餐廳上菜速度非常快 把所有的菜都一起上 即使是這樣也有個先上後上的順序 看別人的桌都上菜了 就很多大爺大媽就非常著急 一直哈嘍哈嘍喊 喊工作人員上菜 我看到群組裡有人說 主餐廳人多的時候也會搶菜 雖然點到的菜一定會有 但是人多的時候 就會有人衝到服務員的分菜台 去搶菜著急吃 可能是經歷了這些 現在把菜所有的都一股腦全上來 這個讓我非常的不爽 我甜品點的是冰淇淋 都一起上來的 等我吃完主菜之後 也就只能喝和冰淇淋化的甜湯了 另外我們自己點了個氣泡水 周圍的大爺大媽也都帶隊友們吃吃點點 叫服務員過來 問我們為什麼沒有這個 後來服務員告訴他們這個是收費的 就都不要了 以美食文化自豪的義大利人 在這裡也算徹底被玩壞了 周圍的大爺大媽也非常自豪 他們用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式 改造了資本主義的掩飾文化 這也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輸出物 老觀眾應該都知道 我去年到義大利的一家中餐館吃飯 立刻就遇到中國大媽大爺鬧事 我會把那支影片放上去 那個老闆他也是中國人啊 他也痛罵自己同胞的素質很差 比台灣人、比香港人、比歐美人都差非常多 因為他在那邊做中餐館做很久 對不對 那個影片我有放 他說你看我這桌是香港的 你們這桌是台灣的 就中國這桌都有事 常常遇到有事的大部分都是中國的 當下我在用餐的時候 那個中國大爺也是用這句中國人 去嗆那個老闆說 你是不是中國人啊 你大鬧店家跟你是不是中國人 他是不是中國人 你們是不是同胞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那種 民族血統情緒去綁架你 不然就是我給你錢 我就是大爺 這種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國家 原因也是出自於政治環境 還有小時候的不安全感 從小就過不好 現在過好了 我要一種補償心態 我要別人服務我 以前我卑躬屈膝的 現在我好不容易 有一些小成就 甚至當著一些小官 就要換你對我卑躬屈膝 不然我以前卑躬屈膝 我圖什麼 我就是圖現在啊 那胡適也說過 當年的中國人啊 見面第一眼起就是在打糧 到底是我要給你貴還是你要給我貴 所以為什麼也會出現馬來西亞粉紅 跟美國粉紅天天在抱怨 誰又在侮辱中國了 我們中國學生好難啊 我花錢我身大爺 為什麼我要聽你們歐美人 聽馬來西亞人老師的話呢 當然今天影片說的 多數的社會現象 不是指14億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如此 所以啊 如果你自己沒有這樣的行為 而你也痛恨被其他人 或是被自己所謂的同胞 這樣說的話 請你出來指證 改正這樣的風氣 當然啊 影片裡面有一個很好玩的就是 關於熱水這方面 這其實啊 是中華民國養成的習慣 當年中華民國推行的這種喝熱水 喝熱水的風氣 那當然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延續了這樣的傳統 所以這個狀況其實在台灣也有 所以你也會看到台灣人會抱怨 為什麼在歐美要一杯熱水 這麼的難 這不是古代的那個所謂的什麼 中華文化明清時代 不是啊 或是唐帝國時代也不是啊 因為你看日本跟朝鮮啊 韓國嘛 他們以前也是受了所謂的 中原文化的影響 為什麼他們沒有這種習慣 而台灣啊 中國啊 有這樣的習慣 因為中華民國影響 所以這也是比較好玩的地方 當然這個有機會再細說啦 那影片的最後再呼籲一下 我們六四坦克伊 Don't touch me 明天4月21號啊 就是預購截止日啊 所以啊 如果想要在六四前 收到這個衣服 並且在自由廣場 與我一起見面 穿這件衣服 一同悼念的話呢 趕快下單購買吧 那購買連結 以及更多詳情內容 都在下方資訊欄的網站 還有限時專屬優惠碼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先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愛見了 掰 好… 辛苦… 廣告… 有沒有…